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屏幕上有我的微博还有兄弟人的官方论坛 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 本讲我们继续来讲第12讲Linux的服务管理 其实在这之前啊我们已经把Linux的服务管理已经讲完了 但是呢这个东西啊它的分类较多 而且呢每种类别当中还有自己不同的方法 所以呢可能会感觉比较混乱 所以我们单独拿出来一个章节来作为它的总结 作为总结 其实总结我最终画了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图啊 这样一个分支图啊 其实应该画成思维导图可能更好 但是这是我完全手工画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Linux当中的所有的服务 我们其实说它的管理方法是按照它的安装方法不同而造成的 而导致的 那么呃第一种就是使用阿片包默认安装的服务 另外一种就是圆码包安装的服务 这两种安装方法 因为文件安装的位置不同 所以导致它的这种管理的方式不同 所以分的最大的两类包就是 一个是阿片包安装的服务 另外一类是圆码包安装的服务 那么在阿片包默认安装的服务当中呢 又分为了独立的服务和基于XINETD的服务 这两个服务的区别是独立的服务直接在内裙当中 直接响应 响应速度更快 但是它更耗费内裙的自力 基于XINETD的服务呢 它是这些服务呢 是不不直接在内裙当中 只有XINETD这个超级手务进程在服务里 其他的呢 只是被它管理 这样做的好处是 所有基于XINETD的服务不占用内裙 但是它的响应速度要稍微慢一些 那这样两个通过阿片包安装的默认服务 有这样两种 那独立的服务 他们说 我们说服务其实就是启动自启动 就干几个两个事 它的启动方法有两个 一个是用决定对劲 VTCINETD下的服务的名字 后面加start.dista 那最常见的就是VTCINETD下的httpd 这样来启动 这个是我们的标准启动方式 标准启动方式 其实Linux当中 其实如果我们要归根结底来看 其实软马包的服务 它的启动机同样是用决定入境 所以我们说Linux当中 服务或者程序的启动方式 就是用决定入境 找到它的执行文件 找到它的执行文件 然后按照它的执行文件的要求 后面跟启动参数就可以 只不过区别在于 它们两个人的安装位置不同 阿片包安装在了系统默认位置当中 圆马包安装在了我们手工指定的地方 其实我们如果要真正学完之后 我们说归根结底讲 它们的启动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通过决定入境 找到它的执行文件 然后执行它就可以启动 唯一的问题就是 它的这个安装的位置 不在同一个位置当中 这就是独立的服务的启动 那如果我们是Redhead系列专组的Linux呢 Redhead给我们开发了一个叫做Service 这个命令更加简单 不用我们强制性的去背这个目录 直接后面加服务名 加Stars到Bresta 也是可以进行服务的行动 当然这个我们说这种 你如果换一个Linux 或者换成Unix 那Service铁定就不能使用 而且如果我们在Linux是最小化安装的 就算我们用的是Redhead系列 如果我们装的是最小化安装 那么Service这个服务命令 如果没有去安装的话 你同样是不能使用它来进行管理 所以归根结底 我们说推荐方法 或者说标准方法 是用绝对镜来进行启动 这个大家知道 当然 当你如果非常熟练了 你脑子里面已经很清晴了 那这个时候两个命令 你随便用都是可以的 好了 那自启动呢 有这样三个方法 第一种就是用check config 后面加运行级别 后面加服务名 跟on或者off 来进行自启动 或者自启动关闭 第二种呢 就是修改BTC-A4.Lock 然后在这个文件当中 加入标准启动命令 那我们说 这个文件是系统启动之前之后 系统输入用户名密码之前 最后读取的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写什么 只要写进去 它在输入用户名密码之前 就会把它执行进去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 不光是服务的自启动 可以利用这个文件 我们其他的很多东西 包括环境边量的配置 都可以利用这个文件来进行读取 都进行读取 不过大家可能需要注意 变量赋予是这样的 是越在后面负的变量 它会负在前面的变量 所以我们讲过 环境边量的配置文件 一个系列 对吧 那个读取顺序是在这个文件之后 是在这个文件之后 这个文件是在输入用户名密码之前 就去 而环境边量的配置文件 都是输入用户名密码之后 就去 所以如果两个变量冲突 这个文件当中的变量 就会失效 所以我们并不推荐你把环境边量的修改 写到这个文件 我只是说可以 那我们一般在这个文件当中 都是用来进行服务的自启动 把服务自启动命令写进去就可以了 第三种呢 是利用一个Red Hat的专有命令 NTCV进行图形化的自行管理 这个面子打开非常方便 一个图形化的界面 咱们下踏图一样 想要哪个服务自启动 前面把打清号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 管理起来更加方便 而且更利于这个批量修改服务自行 唯一的问题就是 它同样是Red Hat专业 如果你换一个Linux 甚至你的Linux当中 就算是Red Hat 只要没有安装这个服务 你的NTCV就不能使用 所以还是这句话 我们的我推荐的方法是 修改配置文件 这个原因我们都解释过了 我们都解释过了 当然我说 如果你非常清醒 这三种自启动方法 你都非常清楚 你可以任意选一个OK 只是我推荐 使用这个修改配置文件的方式 那接下来我们讲 基于XINET的服务的 它的启动方法比较特别 它是修改这个目录项 所有的XINET的服务 其实它都有配置文件在这里 我们只要修改它 然后把Disable等于Yes 改成Disable等于No 这样的话 再重启XINET服务 我的这个Tinet服务 或者其他的 基于XINET的服务 就可以启动 这就是启动方法 那自启动呢 是利用 Tryconfig后面加 服务名 直接加 注意 所以 基于XINET的服务 不能利用这种 修改配置文件的方式 来进行自启动 原因 它是没有自己的 自启动的这个命令 自启动的命令 它必须依赖的是 XINET这个服务本身 所以 它不能用这种方法 但是 我们说 XINET比较讨厌 在哪 它的启动和自启动 是通用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修改了这种方法 把XINET启动了 那它同时就会变成开机自启动 那反过来 如果我用这种方法 把XINET变成了开机自启动 那同时 它这个服务也会在当前系统当中运行 所以啊 这个东西 其实两个里面用一个 就可以自变成 既成启动 又是自启动 其实这个挺变定的 应该来说 启动和自启动 应该是分开的 但是在XINET服务当中 它是通用的 包括NTCV 它也一样 它虽然是设自启动的 虽然是自启动的 但是同样 你把它设成自启动 这家伙也会自动开启 就会启动 所以啊 这三个命令 你如果为了简化处理 你可以只设计几个 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它们之间启动和自启动 应该还是有概念区别的 这一点 XINET服务其实做的不好 做的不好 好了 但是我说啊 这种服务其实现在越来越少 我们的SANTO S6.3当中默认都没有安装XINET服务 所以这种服务啊 只有我们用到的时候 大家知道就行 其实我其实并不太要求大家去对 好了 那圆码包服务呢 它的启动方法就是 用绝对路径 找到它的启动脚本 然后加启动参数 当然不同的圆码包 它的启动的路径是不同的 那每一个圆码包都会在它自己的安装说明里 告诉你它的启动方式 那我们碰到一个陌生的圆码包 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检查它的安装说明 对吧 那自启动的方式呢 它就一种了 只能去修改这个IC脚章和文件 然后把标准启动命令加进去 当然我们说 圆码包安装的服务 通过我们的配置 是可以把它变成被service命令识别 和被tryconfigure命令识别 都是可以的 tryconfigure命令识别 都是可以的 那但是我的意见是 我的个人意见 只能说 我并不太推荐这个 因为启动方法和自己的方法不同 是区别圆码包安装服务和阿片包安装服务的根本方法 如果你把它变成一模一样 你就很有可能把你自己搞的 就算你不愿意 跟你一个团队的同时维护服务器的其他个人 所以我的意见还是我们熟练掌握这些管理方法 然后按照内接使用就可以了 不要把圆码包的变成可以被service命令识别 也可以被tryconfigure命令识别 虽然它能这么做 但是我不推荐 好了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服务管理非常非常复杂 其实并不是说它的命令有多复杂 而是它的分类较多 每种类别当中又有不同的其中方法 那这里呢 我们说我用这样一个表格把它做一个整理 那么 其实我想啊 我们因为面对在学校面对的绝大多数学员都是初学者 都是初学者 我们绝大多数的初学者在接触到这里的时候会非常混乱 因为它的分类非常多 那这个表格呢 或者说这个图表呢 会有助于帮助你履行思路 还是这句话 其实我们当时在学习Linux的时候 根本没有人帮我们总结这些东西 我们就是查资料 今天这个资料上说 起服务用service就起了 一试 哎 没问题 第二天又说了 又换了一个资料 说起服务用 又塞料会下拉帕 起起 这一试也能起 哎 这就晕了 这两个有区别吗 哎 其实我们说我们整理出来这样一个表格 其实是如果你只要这个用心了 他可以非常非常这个清晰和明了的帮助你进行这个思路 好了 那服务的这个总结啊 我们就说到这儿 但是我们很多同学啊 在讲课的时候说 Linux的服务那么多 哎 哪到底这些服务是干嘛的呢 其实我们说 我们也不要求你把所有的服务都记下来 常见的服务都知道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非要真的想知道的话 我这里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个服务的这样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当中会写清楚服务的名字 然后告诉你开始干什么 然后给你一个自喜的建议 其实我们说 Linux当中 或者说我们所有的服务器当中 不管是Linux Windows 我们做优惠优化的时候 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 八 不需要的服务情调 这样做的好处是 你的服务器这个系统占用了资源分成 同时呢 我对外提供的服务越少 被攻击的可能性就会越少 所以啊 我这里会给一个启动建议 这里写必须开启的 那么一般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那其实这个说 电源管理这个接口 因为我们现在上课都是在用笔记本 那这个关了就会有可能会出力 但是如果你是服务器 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就可以补开 那我还是说我们本的实用性出发 把绝大多数的这些东西 我们说你如果用不到都可以关掉 都可以用 都可以关掉 但是啊 如果你需要某一个服务 你可能就需要去看 哎 这个东西是干嘛 那这里呢 我们大概看一下 我建议开启了哪些 第一个就是电源接口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审核系统 啊 这个呢 会这个让我的IC Linux变得更加安全 建议开启 那再往下呢 我们会有 呃 这里 这个是可以调整CPU的频率 啊 这个可以节省电量 如果是服务器的话 你可以不考虑的话 那这个其实是可以关的 那关了之后呢 这里 那像这个东西 就是所有的Linux当中 都是必须启动的东西 什么 系统定书 我们现在还没有讲系统定书 这个东西对服务器来讲不难 但是它非常常用 所以只要是Linux 一般来说 这个服务都需要开启 再往下啊 我们后面就会讲系统定书 讲完之后 你就知道这是干嘛了 然后呢 还会有什么 鼠标粘贴等等功能 哎 如果你觉得不需要的话 你可以 你可以那个什么关键打 然后呢 会有这个Apa7 这个还是一样 服务这样的东西 你用到Apa7 当然就要开 如果用不到 当然就不需要开 对吧 然后呢 防火墙 哎 我们目前的防火墙是AppKBoss 所以 防火墙都需要开启 都需要开 然后呢 还有什么 什么这个知识多何处理 这样一个服务 这个现在的服务器上 一般都需要 然后呢 还有这个LVM逻辑卷阻 如果我们采用的是LVM逻辑卷阻分区 那这个服务就需要看 但是在我们的视频当中 我们只采用了基本工具 并没有使用这个逻辑卷阻和锐 那这种情况下 在服务器上 其实我们的服务器一般情况下 都还是要使用LVM逻辑卷阻 虽然视频当中没有写 没有讲 但是在我们的书里是有LVM的这个 划分的这个 这个部分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去参考 当然也可以去网上搜索其他的资料 好了 然后是IC Linux 我们说 虽然IC Linux很难 但是一般来说 还是建议你去使用和学习IC Linux 而不是像我们的这种实验环境 直接就把关了 对吧 Myserco数据库 同样需要就开 不需要就不开 当然我说 这个是阿片包装的Myserco 像Myserco这样的服务 一般来说 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 都会使用圆满包装 而不是使用这个阿片包装 所以啊 这个可能在服务器上 也不会去 这个开阿片包装的Myserco 还会有 网络服务 注意 这个必须 如果不开你 Linux是不能联网的 所以注意 往下 还有吗 还有一些 这是我们的 IC Linux的日誌 如果你开了IC Linux 这个东西也需要开启 还会有 我们的硬盘检测的服务 这个也建议开 然后呢 SSH 这也是Linux当中 这个必须开的服务之一 这个东西不开 你就没有办法远程管理我的Linux 也就是说 这样的工具 远程管理的工具 像这样的工具 就没办法使用了 所以默认情况下 这个SSH这个服务 是必须开的 是必须开的 好了 那再往下呢 还会有一些日志 日志也是必须开启的 也是必须开启的 我们后面会有专门的课程来讲这个日志 讲日志 好了 还有XIATD 如果你需要有XIATD的服务 那么XIATD本身是需要开启的 好了 这个列表呢 写的还算是比较详细 那么这个列表呢 我会随着PPT 发到我们的这个下载的位置 大家到时候可以去下载 好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 我们总结了一下 Binux当中的服务观念 同时给大家一个表格 你可以参考这个表格来判断 哪些服务是需要启动的 哪些是不需要启动的 好了 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车Linux微信公民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